第四季給你晚報 好 回到第四季給你晚報 我很想知道 究竟這條茂理 有沒有退到 他說 OK 不見到有退 首先 他是一個 大陸的所謂網紅 YouTuber 或者他們不是用YouTube 網紅 你說奇怪 老實說 他分分鐘這段片 因為現在最終要擺拍 是完全擺拍你的 為什麼呢 第一 如果你有這麼多酒店不租 你要租一間台灣開的酒店長榮 什麼櫃館 沒關係 喏 但是呢 也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簡直是長榮櫃館 因為 這間酒店去法國 可能他們之前發覺 為什麼去奧運 有這麼多期 沒有想到我們之期 於是他們訂了這間房 是用來採唱榮的 因為如果正正常上的人呢 出現不會拍的 第一 你不會拍check in 第二 一個普通人 你為什麼要戴國旗 還有那些浪費的國旗出來 你記得我馬傑 我疼你這麼愛國 我都不想會無論如何 五星期頭最多生 如果你看奧運會大旗 都是那些大的旗 不是小時候 你check in 也不會去拍的 嗯 這些是握流量 但是真的非常之這麼低 我俗話說 第一 其實我是真的很討厭 包括台灣 這些犯政治化的 你如果想著有些奧運裝飾 現在 又真的有七彩有國旗 他要做功夫 因為你訂這些國旗 因為我有訂過 其實一定有五星旗 一定有的 嗯 他撕掉了其實是需要嗎 不需要啊 你因為你心中沒有政治 你就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你心中有政治 我講台灣 OK 於是就被這些有心人 你都沒有啊 特地訂房間 要不然你check in 有什麼好拍的 嗯 有什麼好拍的 好了 是拍定了 事情是者是者 和法 做了這個 於是你拿什麼 顯示自己 這些事情 討好到他們 國內有一群受眾 嗯 是多糟糕啊 喂 我真是想講 你這個世界上呢 真是你不好呢 真是小孩病啊 你兩個喜歡病啊 好像世界圍著你們來轉 那樣 你說我們中國 排名第一 現在排名第一又是怎樣 首先你不是 你又不是啊 你是排名第二啊 你是輸了給美國啊 你用舉國之力 輸了給美國 美國的金牌 是這樣將錢出來的 因為真的會generate 一些經濟效益的 你們是丟很多錢 去製造一個 製造一個 金牌的選手 喂 第二 是不是用成績 輪英雄呢 是不是這樣就代表你 喂 我拿到一百個牌 喂 以前蘇聯整個天 都吊了金牌 獎牌冠冠軍 那怎樣呢 吊了 是不是 吊了你了沒有 喂 現在 你只是那些一帶一路啊 我不要說什麼 喂 這個講不講得 我有沒有犯國安法啊 喂 你借出去那些錢 收不收得回啊 不要說你撇了帳那些 你很大不得輝啊 現在借出去萬加拉那些錢 有沒有收回啊 我一來算拉那些錢 有沒有收回啊 動下幾百億美金的啊 嗯 有什麼自豪啊 我可不可以裝起來 講來講 他不是自愛 是自卑 自大的人就是自卑 這個是一體兩面的 你不是自卑 就不會自大 自卑 為什麼呢 做是自卑啊 所以想說 要打死我 我講烏英哥那段說話 如果你 不是有這個自卑心 根本這些就不會care 因為你說不死我 譬如這麼說 我對有些民族 有些宗教 我都看得他很低的 我看得他很低的啊 但是 透過接觸 我看得他很低的人 我會改觀 嗯 喂 那你就不要做那些很低的人 就可以了 就不要 喂 我又要做特首 我又要做這樣 又要做那樣 又要做權王 又要做 然後永遠呢 就是人家這樣啊 去衰咯 去這樣啊 去那樣子 去那些制度欺咯 這些是混家產才做的 契弟才做的 不是啊 其實做人和做個國家都一樣啊 喂 你覺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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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也有名 我這個想法 這麼唯 這麼唯 偉大 無論是生 marked也好 是一個制度也好 管理方法 你就可以用 你用你這個辦法 你可以想 你好 我沒有認識別人啊 由� null 不會認識別人 有很多人都會沒有認識別人哦 世道是艱難還是 我們可以把那製度如何呢 好 說到制度你就不用再做嗎 不好意思 晚上stersneял nosotros 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有這樣的 其實你和那些人沒有什麼分別 是很痛苦 你想想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現在所謂的強國 其實一百年前 它有多強 如果你數到二百年前 難怪現在要恢復榮光 因為那時候你強 但誰強有什麼重要 尤其是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 喂 我不知道是否共識 這樣也有些人會選擇 最重要的是和氣生財 大家安居樂業 都是這樣 搞這麼多事情 人家還拖 搞出 哭 俄羅斯的 什麼 將軍還是什麼 搞出 搞出 我們怎麼搞的 搞出 那你就不要聊了 其實說真的 我鬥志都不同 我鬥志 因為我被入侵地搞 我家裡 我就跟你死過回去 搞出你老母 你叫我去打 就跑 就跑 一百多萬 現在我覺得有些東亞大國 你不要想著 又說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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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粗 真的一樣走 你不要說我說 我們是熟悉的 這些情況 所以 你有什麼據聞呢 據聞我們是鬼故 張悠俠 據說 這次是說不說 不要說 不要說這些 很多鬼故 我每天都 說得越精彩 好 另外 哎 這些是多餘 在商場 香港 在商場 佔用 玉英室 去洗海 心洗城 其實我 就覺得 都是幾不對 我都幾不對 但是你真的很笨 你兩個人 話說 在馬安三國商場 有兩間 海美店的員工 一間 講完了 南北行 一間就是 老上環 那些員工 就在裏面 就洗海參等等的東西 好嗎 有時候 媽媽抱著嬰兒 她見到這樣 就把嬰兒抱出去 然後跟她說 你這樣不好 你不要理 媽媽是不是很餓 或者很緊張 小孩 媽媽緊張小孩當然 為什麼你搞到 那麼髒 或者這些事情 會不會影響到嬰兒 我其實都覺得 如果我老婆 我會說 不要這樣煩 別人想想什麼 但是 我想說 你老婆 她們兩個還要串嘴 嗯 就是這樣 每天都要洗 你就是 就算 見人家這樣 你都馬上對不起 不好意思 小姐 都未必解到這麼大的 那裡真的不是拿來給你洗 那裡是人家被變的 要不然我洗了 開個容英室 就是被人家餵奶 換尿片 你知道嗎 她老實說 應該不去洗 廁所 還有 老常環都自怯 南北漢和老常環都自怯 但是她說 喂 我們呢 銷售的海森 是有提供浸法服務 但是售後呢 她會先送去總店浸法 再用震孔包裝和急凍處理 絕對不會分店 或任何公共場所處理 那就是說 分分鐘這些 是自己的下難來的 不要說這些 我們再說這一宗 陸鎮宗 再說 我特意放到這一節 說完她休息 哇 我真的看得很嚴重 我開始看完第二天這個審訊 我更加了一件案情 其實裡面呢 我也開始很多疑問 講到六月的時候 有一個總督察要調職 阿黃 忘記叫什麼名字 對不對 於是陸鎮宗 說這個總督察要調職 去 farewell他 就叫另外一個姓賴 另外兩個督察 還有 X 如果這樣看 X都起了督察級 即是回到那個level 那時候是 2022年的6月22、23日 大家去檢查一下 我不知道 如果2020年6月22、23日 會比較鬆一點 但是不是還有限聚令呢 他們五個人看 大家檢查一下 應該是四人限聚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或者是白人 我不知道 好了 昨天我說 他三次 被 如果他沒有說謊的話 被拉入這個 殘治 那兩個警察 或者其他三個警察 他們不知道什麼事 應該不阻止 他們不知道什麼事 好了 第二天 據X說 他跟另一個上司 呂上司 因為報道 用卡字 呂上司說 我們沒有證據 沒有人會相信 於是他繼續忍忍 於是他繼續忍忍 因為上級 就是這個 陸振中 又比他高級 繼續忍忍 甚至乎 會繼續跟他有來往 包括接會放工 嗯 但是在X的 昨天的 證供裡面 就是說 他脫離不了魔掌 又要分工 我們明白的 我當我們明白 好了 直至這件事是怎樣爆出來呢 直至這件事是 這個人準備罪嫁 七月 他們幾個也是那幾個人 包括X 包括什麼姓賴 姓蔡 那些 阻止他罪嫁 於是乎受了傷 但是講到這樣的時候 都不見到他們主動報警 直至是 好似說再之後 有個 女尚師跟著這個報道說 你們是不是發生了一些事 於是乎先講回這件事 包括 那天 他們坐著去 啊 三十歲走駕 追駕 他們受了傷 於是乎有襲擊那些事情 那麽我想問 這裏沒有講 究竟是誰報警的 是誰揭發這件事的 如果 他們這幾個都是做證人 而報警的 竟然都未是他們 不是他們主動揭發呢 就是包括那個 王sir 什麼蔡sir 賴sir 他們呢 或者這個X 那麽我覺得這件事 都很有問題 嗯 那麽當然啦 你說這一個陸鎮中 就簡直是 屌你 神經病的 喂 他現在今年四十三歲 兩年前他四十一歲 那四十一歲 做到警司 做到指揮官 我們昨天講過 那些真是明日之星 很厲害 很厲害 是吧 很厲害 但是你犯這些罪 除非 X講的不是事實 是全部 原來你跟他真的可能有一些 曖昧的情侶關係 但是就算曖昧的情侶關係 如果他現在說不願意 你也是一身矮的 但是你企圖罪嫁 傷人 那些 你走不掉的 如果你 不能夠 一國指揮官 都不去控制好自己 譬如說 在公眾場合 那些manna 喝酒的酒 那個 那個份量 喝完酒堅持要開車 哇 那麽是警察來的 那麽 樹大有夫子 那些夫子 會不會太多了呢 還有這個夫子會不會太多了呢 記不記得那時候黃桂的警察 在警察裡面強姦過 報案 嗯 嘍 樹大有夫子 我們當然明白 但是我更加覺得的就是 會不會是因為 警察在現在的心態裡面 第一 被人看不起 就是你要承認這個事實 有一班人看不起你 你說那些藍絲很支持你 你說是的 就是了 那為什麽叫你 做什麽 我沒有緣 警察也不敢說 嗯 因為這個社會看法 又會不會因為 你覺得 警監處 屌你也維護我們呢 又會不會那些警察覺得 屌你也沒有媒體呢 喂 ISAC 也不敢搞我 今時今日 是不是 於是 屌你也會越來越離譜呢 嗯 我真的不知道 屌你也會不會離譜到這樣 三次非禮 好了 繼續 喏 被控什麽都不要緊 X繼續作供 他說 在2022年6月 他感染新冠肺炎之後 被告說 都很欣勤 專門送一些防疫物資給他 那扣女就要是這樣的 老實說 阿六sir 如果你當日有聽給你的頻道 你認識我的話 那些防疫物資 當然是買Wire Stop 當然是買這個 我們那些什麼 摩利維亞檸檬 那個 刺刺 拿政府的防疫包 不用錢 他不想是 他拿防疫包 他沒有說防疫包 那些書 被告說 你現在中了COVID 有空看 你媽媽 你摸女 我病了 你還相信這些書 你媽媽 是 你不如寫 不如送習近平治國理證 是 被告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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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另外 物資裡有一條五彩帶 被告說 你帶一條五彩帶 可以保你平安 他康復之後 被告就說 阿X 今天是你上班第一天 我批你上班 因為 阿X住的地區 都近他 所以可以批他上班 而被告因為是比較高級的 阿X擔心他會濫用職權 就不敢 不夠膽拒絕他 記住 其實這個阿X都很有問題 很大 因為 你已經比在 大約兩三個星期前 你說不喜歡的男朋友 你被拖到廁所 含了幾次 你作為一個警察 就算別人信不信也好 你一定是要 了解 你有沒有揭發他 拿一種證據 或者不可能 被人這樣 撤你上班 對 或者 就要說服那個王Sir 賴Sir 你那個人看見的 我真的不行 然後 整班這班人 還想著 喂 就不一定告得到他 無謂搞那麼多事情 是 但是 用這樣的心態 你們自己顧完 自己受害得到 市民有什麼保障 好了 當你不告他 總總原因 犯不滿 喂 他再來車 你當然不能怪他 是啊 對吧 好了 RX說 被告送來的東西 就是剛才說了 包括四本書 同年的七月五號 被告又開車 接RX放工 但是被告不是走沙頭角公路 而是把車駛向六頸方向 最終 他們駛到去大埔龍尾沙灘 就是龍尾村對面 湯啊 煲啊 蔡天鋒那裏 龍尾山回到看風景 當時 下著細雨 很記得 RX都 被告拿著把傘 遮住RX一起 去到看台上面 當時兩個人 望向海邊 被告突然間 左手 搭着RX的肩膀 RX大驚 Sir 你幹什麼 其實不用 要搭肩膀 被告沒有回應 他之後走前面 避免遭被告的手碰到 後來 X收到電話 他就跟被告表示 我要走了 第二天 被告又繼續開車 接他上班 每天都開車 就是管折管送 你到底 你是不想拒絕 其一 因為是上司 其二 是不是其實 都享受那些被追 被追求 又不用自己坐車 你自己都 履警 是 督察級 應該 他真的拒絕不到 我真的 會否享受那種被追求 好了 被告途中 突然說 其實 我喜歡你 RX就說 RX SIR 你有老婆了 被告就說 那你個男朋友 難得大家走在一起 是緣分來的 當時 RX沒有回應 他在正常面就說 他的概念很錯 為什麼你當時 會不回應 你個男朋友 我兩個人 其實都在一起 都是一種緣分來的 其實如果正常來說 你是要回應的 神經病 我們族朋友 我們是下屬 緣分當地是上司 我們是下屬 最後是一步 是朋友 我不行這樣 你是可以很firm 為什麼你不出聲 為什麼你不出聲 你想想在那個情況下 大家想想 不出聲 其實他不一定是默形 但是這些是玩的 為什麼呢 左右發都可以 怎樣走都可以 是不是 好像我交一條女兒 說 Sinthia 我真的很喜歡你 Berry哥 你有老婆 你也有老公 我們有緣分 我喜歡你夠巧 你喜歡我嗎 然後他不出聲 其實如果我這樣說 他不出聲 我就覺得是 即是你問我 我的性格 我的判斷就是 咦 你又不想出聲 那又不要說那麼多 拖下去 手下手不縮 咦不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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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了 好了 X在庭上說 他不姓被告的滋擾 於是乎 他就去被告的辦公室攀牌 希望被告和他保持距離 又說 他的男朋友知道他的GPS定位 被告就指著他手機說 那你的手機不乾淨 嗯 X說 那天就很平安 攤牌那天 因為不用再坐他車 但是 之後被告有幾天都沒有聯絡他 好了 到了7月13號上班的時候 他發現桌面有個公民袋 裡面有部最新款的小米電話 含家產 你作為指揮官 沙頭角 你會說 你倆村長的女兒 你愛 你肯定是iPhone 不買iPhone 你的Samsung 就算你愛國 都送華為 哪有送小米 哪有送小米 那些死警司 好了 接著 他說 他跟他打話被告 被告說 電話我給你 如果你不用這部電話 我找不到你做事 於是 X起初也繼續使用舊電話 但是遭被告發現 被告私下命令他 要使用新機 這樣說 當晚 X收到被告的訊息 說他第二天 繼續會接他上班 他無奈接受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有多無奈 被告在車程裡面 突然用左手 碰他的手臂 數了幾下 X縮開手 路視被告 被告 就不敢再摸他 X說那次 就是最後一次被告 送他上班 因為同月15日 就出了事 X在庭上說 我終於逃離他的魔爪 即是要出了事 他才能逃離他的魔爪 如果不出事 他會繼續在魔爪上 你作為一個女警 我不知道是督察還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 就太弱了 你繼續這樣被他欺凌 根據你的所說 被他滋擾 而你是 你屁都不敢放一個 不是吧 這樣怎麼保護我們市民的 身家性命財產 好了 所謂出了事 是什麼呢 當日 他和被告 督察蔡文浩和賴文賢等人 又是原班人馬 就寬送即將調職的總督察 即昨天說過的王sir 就去到哪裏呢 粉嶺逼湖花園一間酒家 一間被告喝醉了 暴力不穩 他離開的時候 蔡文浩就準備 載他 被告說 不用 我沒問題 你不用 去牽程監道拿車 X step 於是就阻止被告開車 就解釋 喂 如果你開車就醉了 可能會撞死別人 撞死自己 被告把他撥開 令他倒地 他站起的時候 被告已經在司機位上 喏 你看到這裏的時候 你看到這裏 我不是覺得 他 是怕阿sir 會撞死人 或是有熱愛 或是犯罪假 我感覺 我感覺 好像關心一個朋友 你瘋狂的嗎 這麼大 還去開車 你是不是這樣的感覺 我的感覺是這樣 好了 他見到阿sir 已經坐在司機位上 於是他隨即 站在司機位 和車門之間 OK 即是不讓他開車 被告不斷關車門 不斷扯車門 於是令四肢多處撞 被車門撞雨了 接著被告呢 推開他 令他再跌到地 他隨即 跑去前座的乘客位 即是繞個圈 OK 被告繼續開車 只有一段距離 為何他 要跑上去 他想制止阿sir開車 到一段距離之後 被告停車 阿sir立即離開車廂 因為他解釋 他解釋為何那時候離開 因為被告真的醉駕 突然開車 還未關門 感覺到很危險 好了 好了 接著呢 被告又再開車 開了一段車 仍然還未關門 又停下 阿sir立即走上前 打算拔走車士 但是失敗 反而被告 被告捏他的右邊肩膀和腰 在這個時候 阿賴文顯 督察賴文顯 又上來 阻止被告 但被告又及後倒車 最終呢 都把車駕駛出個出閘位 在車上面 原來坐上了車 阿X和賴文顯 很害怕 於是乎 都離開車廂 平復申請 此外 在這個時候 阿X見到 蔡文顯的嘴唇 和手流血 他們都是沒有報警 到第二天 7月16日的下午 被告七次打發 阿X 他最後一次才聽 原來你是有權 六次拒絕他的電話 就是 你平時不是說他膚子 真的離婚才可以去的 你是有一定的 就是一定的 表達能力的 在他面前 而不是說暗春的 他 然後被告問 你跟蔡文顯 怎樣 阿X就說蔡文顯要看醫生 他就沒有特別 然後收錢 他說7月16日 他們就沒有報警 好了 阿X 說他從未就非禮事件報案 去到七月尾 七月尾 有個女警司和X見面的時候 喂 究竟是不是發生了些事 阿X起初還否認 女警司再三追問他 他才透露 曾經遭被告非禮 整件事是怎樣呢 到同年7月尾 這個女警司 在警署裏面 聽見很多流言蜚語 因為是沒有門的 現在的人這麼多口 你不要打算是警署 這個是一間公司 喂 有個傢伙這樣 嘍 主要呢 就未必是在說 非禮這件事 是在說 7月15、6日 在車場上飲大了 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事 好了 輾轉傳到 這個Madam上 這個Madam可能是 辦公室的 政治 又可能真的不行 你去到這裏 他這裏沒有寫 於是 是不是發生了些事 這樣說 是不能隱瞞的 於是 就將7月15、6日 那件事 說出來 OK 就是 起初否認 呂警司再三追問之下 他才說出被告非禮 為什麼呂警司會再三追問呢 因為呂警司是聽到 在6月的時候 是有些事發生的 那那些事從哪裡來呢 如果 如果 蔡文顯 王sir 適合調職 以及 阿賴 sir 賴文顯 蔡文浩 是會將7月幾的事說出來 那為什麼6月那些不說出來 是不會包得住的 純粹是八卦 嗯 你明白 那 於是乎 去到這裏的時候 如果我是那女 X 那我當然是 我當然是被害者 要轉身 是吧 嗯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 鄧忠先 我被雙人戴著口罩 含家產 你這麼像啊 陳人斌這個樣子 吊你老母 你看看他的眼 你看看他的眼 他這些 他不是 你怎麼說呢 不是那個邪事 但是雙眼無神 我不懂得說 這個人很恐怖 你說陳人斌是女士 陳人斌是精靈愛的 那樣的樣子 可以做到總指揮官 你說他是武將也不信的 不要說文將 嗯 不肯信的 吊你老母 是呀 真是陳頭 好休息 好多謝 謝謝 完 Br 中文字幕——YK